修复心灵的漏洞 安装爱的补定 大家好 欢迎来到心灵回收站 过年的时候 在七大姑八代仪的聚餐上 老公要抽烟 我怀孕两个月 这是我们婚后的第一个宝宝 我很紧张 生怕有一点意外 二手烟有可能会导致孩子畸形 所以我说 你别抽烟了 对宝宝不好 要是很想抽 就去外面抽 尾音刚落 他突然站起来 猝不及防羊起手 一巴掌将我打翻在地 我们新婚燕儿 之前谈了一年的恋爱 这是他第一次在我面前 露出这样的嘴脸 陌生又恐怖 他瞪着眼睛 一脸怒容 女人就要有女人的样 男人说话 哪里有你插嘴的地方 我被扇倒在地上 耳边嗡嗡作响 大脑根本反应不过来 缓了一会儿 我自己爬起来 躲去了卧室 晚上婆婆来了 我以为她会进来关心我 结果她却进来跟我说 别和男人顶嘴 男人是天 女人是草 婆婆怪我不懂事 当着那么多亲戚的面反驳她儿子 伤了她自尊 这在萧家可是空前绝后的第一次 叫我以后要安心听话 少挨打 我这才知道自己嫁了个什么人家 只怪以前回来的少 萧明平时也藏得好 我没有发现 很久后 萧明才回房抱着我向我道歉 老婆 我晚上喝多了 一时没控制自己 我错了 我向你道歉 你打回来好不好 我冷漠地推开她 萧明 要不是我怀着孕 你根本不会向我道歉 她没想到 我会这么大劲 一个没注意 被我推倒在地上 脸上的歉意 瞬间转成了怒火 表情扭曲了起来 我看到她双手紧紧 握成拳头 身体本能地向后缩 这样易怒的萧明 真的让我紧张又害怕 我立即说 我要回去 不想在他们家过年了 他们家的所有人 都让我觉得心寒和陌生 萧明脸上彻底没了笑容 沉着脸怒视我 杜沁心 这件事最大的问题在你 我都大度地向你道歉了 你适可而止 别太过分 我的错 我气得脑子疼 压着脾气问道 我哪里错了 你看哪个女的是你这样 我只是抽根烟 又不是出去乱搞 你当这一大家子的面管我 我是男的 我不要面子的吗 萧明对着我一阵洗脑 大致意思是 他们老家全是男人说了算 女人都没话语权 和婆婆说的大致意思一样 她说 在我们的小家 我要怎样她都依着我 但在他们家 我绝对不能反驳她 不能挑战 她属于男人的威严 她还说 都是平时把我惯坏了 让我搞不清 自己身为女人的位置 居然敢和她顶嘴 这一刻 我是震惊的 他们老家居然有这种风俗 我和萧明来自不同的省市 我家在一线城市 也是我们工作和定居的地方 她家是外省农村 这是我们结婚第一年 之前只偶尔回来一次待一两天 没机会深层接触她的家人 以前婆婆忙里忙外 公公到饭点就做 吃完就玩手机 我只觉得婆婆太贤惠勤劳 谁知 我深思熟虑一晚上 还是决定离开 我用孩子来威胁萧明 她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同意了 一路上 萧明都臭着脸 我同样没有好脸色 全程没有一句交流 在路上 我深深地思考了一件事 仅仅因为一句话 她就打我 以后她真的会因为爱我 而改掉这个恶习吗 答案是不能 家暴只有零和无数次 一回到家 我就直接说出我的决定 我们离婚吧 孩子归我 财产平分 离婚就因为一巴掌 你要和我离婚 她沉着脸质问我 我坐在沙发上看着她 语气更加坚决 对 就因为一句话 我还怀着孕你 都能下手 我看不到未来 明天我就把离婚协议打印出来 不想跟她多说 我准备去做饭 结果她抢在我前面进厨房 然后简单地做了几道菜 我默默地吃 她也没说话 吃完饭 她起身要收拾 我叫住她 萧明 我和你的婚是必须离的 如果你觉得财产分配不合理 只要孩子给我 其他的我们可以商量 萧明突然转过身 快不到我面前 双手抓着我肩膀一阵摇晃 咬牙切齿地吼我 你想要我怎么样 女人做饭收拾家务天经地义 我一个大男人下厨伺候你 你还不满足 多大点事 就一巴掌你就要离婚 就你这德性 在我老家早就被打服帖了 你还不知足 她不停地摇晃我 力道大的可怕 我被晃得头晕 更多的是她说的一段话 带给我的冲击 杜沁心 我一直在忍你 你知不知道 我努力地反抗 挣扎 萧明 你放开我 到底谁忍谁 马上离婚 我们互相解脱 你见过哪个男人做家务吗 因为你 我都成家里笑话了 你还想怎么样 萧明猛地把我推开 我摔倒在地上 额头撞上椅子边角 剧痛 一阵头晕目眩 额头有温热的液体流出来 我顾不上额头 赶紧把手贴在小腹上 心中莫名有股恐慌感 刚才那一摔 肚子微痛 孩子可千万别出事 萧明发完火就走了 我只能按着额头的伤口 自己打车去医院 急诊科里 妇产科医生看到我不断向外流血的额头 一脸的震惊 你应该先去处理外伤 医生 额头的伤不重要 我想要先确认宝宝有没有事 先帮我开单子吧 医生能理解 我作为母亲 怕宝宝有意外的心情 给我开了加急的B抄单 并拿了棉签和纱布给我 结果医生棉签 我握紧了几分 从诊室出来 眼眶不知不觉蓄满泪水 我昂起头 将泪水硬逼回去 外科诊室 我进门便主动告知情况 医生 我来处理额头的伤口 认身八周了 什么名字 医生埋头在处理器材 并没抬头 杜沁心 他确定了名字 才抬起头来看我 我的脸上都是血污 混着汗水干枯在脸颊 些许头发和血混合在一起 模样有几分恐惧 他愣了一下 才问 伤势怎么造成的 坐过来 我先给你清理伤口 谢谢 我坐到他指定的位置 不好意思地解释 对不起 我刚刚先去做了臂超 没事 有点疼 你忍一下 无影灯下 韩医生微微地低埋着头 替我清洗伤口 神色严肃且认真 可能因为我是孕妇 动作极其小心 你这伤口面积 需要缝针才行 你现在不能打麻药 等下会很疼 你需要忍一忍 好 针刺穿 我头皮的那一刻 我疼得冷汗直流 你是怎么摔的 摔得这么严重 踩滑了 走出医院时 已是夜深人静 天空下起毛毛细雨 街上冷冷清清 我在街头站了大约有半小时 也没打到车 韩医生撑着 把伞出现在我眼前 你的伤口刚缝合完就开始淋雨 还想尝试第二次不打麻药缝针吗 我抬手擦干雨 河泪 自嘲地笑了笑 不想尝试 渴望带雨伞了 她微微一笑 这个点不好打车 你住呢 我送你吧 说实话 我虽然想拒绝 但真的是没办法 时间越来越晚 我不想第二次缝合 更不想拿宝宝的安全来堵 车上 韩医生放了清缓了的音乐 雨越下越大 到达小区后 韩医生将伞直接塞给我 笑着说 虽然月份小 也要时刻记着自己是孕妇 不要随意乱跑 那谢谢了 我去拆线的时候 再还你伞 祝你早日康复 再见 打开房门的一刹那 我的手被大力拽进去 萧明粗暴地把我甩在沙发上 手掐着我肩膀质问我 谁送你回来的 他害我受伤 大晚上的不送我去医院 现在反过来质问我 我坐直身体 雨气冰冷 你不关心我的伤 居然问我一个送我回家的人 杜沁欣 你最好跟我说实话 我最不能容忍的 就是女人不忠 放开我 告诉我 谁送你回来的 萧明冲我大吼 他完全变了个人 不管我难受不难受 红着眼就要一个解释 我怕伤着腹中宝宝 更不想连累好心的医生 只得说谎 这么晚 除了打车回来 我还能怎么回来 打车回来 人家还要送你伞吗 萧明明显不信 我瞪着他 司机看我一个孕妇可怜 好心借我拔伞不可以吗 就这么会儿时间 你也要怀疑我出轨 再说了 我和你就要离婚了 谁关心我 跟你有什么关系吗 他突然伸手过来 抢走我手机 滑动了下 又把手机扔在我面前 解开手机 你不是说打车吗 我要看记录 我到现在仍然记得 第一次见萧明时的印象 大夫黑矿眼镜 丝丝纹纹的 举手投足间 尽显身世风度 对我说话也轻言细语 体贴温柔 再看现在 脸还是那张脸 却陌生地让我想逃离 我望着他 萧明 你疯了吗 就是搭个车 你这么不信任我 我伸手去拿手机 他一把扯过我头发往地上拽 边拖拽边说 杜沁心 为人妻就要有为人妻的样子 三从四得你做了几样 我娶你来是背叛我的吗 紧接着 他的巴掌就落下来 啪 杜沁心 是你不守父道逼我的 萧明打在我身上的每一下 都没有留情 不论我怎么因为孩子祈求他 他都没有要停手的意思 杜沁心 你就是个水性洋化的女人 想怀着我的孩子和别人发生关系 没门 最后那一脚踢中我小腹的时候 一股剧痛从腹部蔓延到全身 很快两腿之间有红色的液体流出来 我看着液体一点点流到萧明面前 染上他的居家鞋子 我的心被戳穿一般 撕心裂肺的痛 我晕过去了 再醒来是在医院 萧明握着我的手 双眼通红地看着我 我转过头和他对视 那一瞬间 他流下两行泪 扑通一声跪在我面前 对不起 老婆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受了刺激 我受不了你不爱我 一想到你会和我离婚 我感觉天都塌了 他哭得很伤心 身子颤抖得厉害 老婆 我不能没有你 我手放在小腹上 那里空空地 再也感觉到小生命的存在 孩子 是我对不起你 都是妈妈眼瞎 居然为你找了 这样一个畜生般的爸爸 我闭上眼 在睁开时 已经满眼恨意 萧明拿起我的手 再次紧握在手里 泪水滴到我手上 我觉得恶心 但我没力气抽回来 他神情悲痛 老婆 我们以后好好的过 我再也不动手了 我们还会再有孩子的 我咬着唇眉说话 他表演他的 我只在思考着 接下来的对策 他肯定不会轻易 答应离婚 而我 也要他为自己的恶心 付出代价 萧明开始寸步不离地 守着我 后来找了一个护工 来照顾我 名为照顾我 实则监视 我开始配合他 不再激怒他 平静地配合治疗 萧明确定了 我不会跟他闹 放松了警惕 我趁着护工去买饭 离开病房 期间 我还和萧明抱贝行踪 告诉他 护工买饭了 我嫌病房无聊 就在花园晒晒太阳 度沁心 我正走着 有个似曾相识的声音叫住我 抬头一看 是韩医生 我额头还贴着纱布 脸上淤青 还没完全消散 明眼人一看 就知道 我为什么这样 何况是已经为我处理过一次伤的医生 韩医生急不向我走来 画到嘴边 却不知如何开口 你住院了 我穿着产科的病服 他又是医生 我淡淡回应 我流产了 韩医生脸上的神情五味杂陈 其中最刺眼的是同情 我反倒释怀了 没事 有那样一个父亲 宝宝离开也是一种解脱 反正我还年轻 以后还会有孩子的 我这段话 只是想让气氛轻松一点 但韩医生理解错了 你还不准备远离他吗 家暴是忍耐就可以杜绝的吗 韩医生板起面孔 生气地指责我 你都流产了 还准备和他过一辈子 还不准备用法律手段 保护自己吗 他是医生 伤势是不小心 还是人为 当然一眼就看得出来 上一次他肯定就知道了 只是没拆穿我 混是百分百要离的 但我不能这样便宜了渣男 我的打不能白挨 孩子不能白白失去 喊医生 谢谢你的关心 我有我的想法 肖明不会同意离婚的 我硬碰硬吃亏的只有自己 我只能换个方法 让他心甘情愿和我离婚 韩医生被我气到了 他以为我还要继续忍耐 这件事除非你自己反击 别人最多只是劝说 现在都时候时代了 你应该懂家暴的危害 你自己不爱惜自己 别人想帮你也没办法 我诚恳地道谢 我知道了 谢谢你 韩医生 我杜沁欣当然不是那种 对家暴忍气吞声的女人 我深知只有远离家暴 才能生活得好 多了没多久 韩医生通过手机号码添加了我 我才知道原来他叫韩文 他的消息立马就发过来了 他劝我一定要用法律武器来保护自己 也不要做傻事 韩医生发了有十多条 但我没有回 没想到真心关心我的人 居然是为我诊治认识不到一个月的医生 萧明午休的时候过来看我 我故意将态度放得卑微 柔弱且小声地祈求 老公 以后我会乖乖地不再惹你生气 你别打我了好吗 好 萧明都没犹豫 立马笑着回应我 我出院了 这几天 韩医生依旧在给我发微信 问我情况怎么样 很关心我的安危 我没回 韩医生就给我打电话 我没接 给他回复回了个消息 韩医生 谢谢你关心 你放心 我不会做违法的事 渣男不值得 韩医生秒回 这样我就放心了 担心你做傻事 其实刚开始 我的确有想跟萧明同归于尽的想法 但冷静一想 为了一个渣男搭上自己的后半生 真的不值 要对付他 我得智取 我跟他刚在一起的时候 他工资其实一般 但这两年灰色收入多了起来 这也是他膨胀的原因之一 他自己的收入走自己的账户 为了安全考虑 灰色收入走的 则是婆婆的账户 如果能拿到他灰色收入的证据 最近萧明工作很忙 我告诉他想回老家 看看公公婆婆 也为上次的事 向他们赔礼道歉 听我这么说 萧明很高兴 还好好的夸了我几句 当然他没时间陪我 我向他申请自己回去就可以 然后我就带着大包小包的礼品 回了萧明老家 到了老家 我对婆婆百般讨好 并保证 以后一定把萧明伺候得好好的 他让我往左 我绝不往右 萧明就是我的天 我的地 我还要再给他生几个儿子 见我现在这么乖巧 婆婆笑得何不拢嘴 中午跟婆婆吃饭 我主动给萧明打了视频电话 向他交代今天的行踪 等挂了电话 我才一脸恍然地惊呼起来 呀 妈 我差点忘了见大事跟你说 什么大事呀 妈 这次萧明让我回来的目的 除了看望你们二老 还有一件重要的事 他这些年有部分收入 不是打在你账上了吗 这快年底了 他需要算算账 需要你打份流水明细 他好评估明年要不要换合作方 本来萧明是要一起回来的 可他这段时间太忙太忙了 他让我拿了明细 今晚就要连夜赶回去 我还要给他做饭呢 我婆婆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 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老公和儿子身上 何况我只是要流水明细 并不是要钱 他立马就答应了 我当天又匆匆飞回来 给萧明做饭备酒 我的态度让他兴致高昂 他整整喝完了一瓶白酒 他醉了 我扶他去床上 他倒床就睡 黑夜中 我找来绳子将他捆绑好 我深深地提了口气 想了半天 还是发了条短信给韩医生 韩医生 今晚我拿了萧明把柄 要和他摊牌 一小时后 如果我没回复你消息 请帮我报警 韩医生的电话立马打过来 不过我挂断关机了 我坐在床边 保持同一个姿势 静静地看着萧明 然后打开房间的灯 突然地强光 让萧明很不舒服 他拧着眉头不舒服的闭光 杜沁心 关灯 他没睁眼 却知道扯着嗓子对我大吼 我不但没关 还顺手将床头灯打开 转翻到正对着他的脸 强烈的灯光下 他不得不睁开眼 杜沁心 他愤怒地冲我吼 想向我冲过来 却发现自己动不得分毫 身上绑着绳子动弹不得 他面目猙獰地疯狂乱涕 想要挣脱开 杜沁心 马上放开我 不然我和你没完 我站起来 仰手一耳光扇过去 这一巴掌 用尽我所有力气 打完我手心发红 震得手麻 萧明被我打猛了 目光呆愣了几秒 反应过来后 像只发狂的野狗 你居然敢打我 我今天打死你 我深吸一口气 平静地说 现在是我跟你没完 我们可以好好谈谈离婚的事了 不可能 他愤怒地冲我吼着 我从包里 拿出婆婆的流水明细 淡淡道 萧明 你辛辛苦苦才奋斗到今天 如果我把你那些灰色收入地上去 你在这行就毁了 不离婚就失业 你想清楚 他愣了半天 眼睛里全是算计 过了好一会儿 他才说 好 那我答应你 离就离 离婚协议呢 我拿出早就准备好的离婚协议给他 你给我解开 不然我怎么签字 我早有打算 给他解开了一只手 果然 解开一只手 他立即就想冲过来打我 杜沁欣 你胆子大了 竟然敢威胁我 信不信我打死你 我忙退开一步 指着房间的监控 我已经装了监控 你再打我试试 他挣住了 垂着眼睛 思索被监控拍下的后果 同时 他的手开始解自己身上的绳索 我又沉声道 我不会傻到 带袁剑回来 让你抢走 你今天不签离婚协议 这份流水单 明天就会出现在你们公司 肖明握紧了拳头 杜沁欣 你不要逼我 砰砰砰 门外传来急促的敲门声 还有着急的声音 杜沁欣 我是韩文 你在里面吗 杜沁欣 你可千万别做傻事 快开开门 你快开门 不然我报警了呀 喊医生 她应该是怕我做傻事 和肖明同归于尽吧 肖明脸色变得十分阴沉 杜沁欣 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 这就是你着急 和我离婚的原因吧 一个刚认识的医生 怕我做傻事 依着病例信息找到我 而我的丈夫 第一反应是质问我出轨 真是讽刺 我连个眼神也不愿意给她 转身过去开门 站住 肖明拉住我 她的力气很大 钻得我手臂生疼 杜沁欣 你怎么样 快开门 韩医生的声音还在继续 伴着她一下下的撞门声 我依旧被她拉扯着 见她又要动手 我力声喝道 肖明 我不是你妈 不会拿男人当天 一辈子伺候男人 我要的就是离婚 你如果敢动手 我就会把你家暴的视频 发给所有你认识的人 还有你的工作 那份流水 当我设置了定时发送 你不想被毁了前途的话 就考虑清楚再动手 这时 房门被撞开 韩医生冲了进来 肖明本能地放开了我 沁欣 你没事吧 韩医生赶紧扶着我 我没事 我冲韩医生一笑 谢谢你韩医生 相信我 我会处理好的 韩医生懂我的意思 他默默退到一边 我拿着离婚协议书 看着肖明 签字离婚 你净身出户 立马收拾东西 从这个家滚出去 否则我让你彻底身败名裂 你这个贱人 肖明终于忍耐不住 朝我挥拳过来 我的身子被大力扯到一边 耳机边传来肖明痛苦的闷哼 没想到 韩医生简单两招 就直接制服了肖明 杜沁欣 你长本事了 有肩膚给你撑腰 就敢对付我了 一对狗男女 你们两个 谁也别想跑 我担心地问 韩医生 你没事吧 没事 他伤不了我 韩医生放开肖明 有他的震慑 肖明一时不敢轻举妄动 我冷冷道 肖明 现在是法治社会 家暴也是违法的 你要是不签字 那我就走法律途径 你伤害我的几次 都有伤情报告 就冲你 把我打到流产这一点 就足以把你送进监狱 还有 我和韩医生 就是普通朋友 我们清清白白 从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 不要把每个人 都想得和你一样肮脏 是签字净身出户 从此一拍两散 还是拿着证据 直接报警 解决我们的纠纷 今天必须有个结果 你考虑清楚 肖明犹豫了 最终他还是签了字 按的我要求 当天就搬走 韩医生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 我冲韩医生 深深居了一躬 不客气 医者人心 我相信每位医生 在发现病人 有异样的时候 都不会视而不见的 我当然不会自作多情 到以为韩医生 对我有意思 想到今天肖明打了他 忙说 韩医生 我陪你去医院检查下 有没有受伤吧 你忘了我是医生了 我没事 放心吧 倒是你 解决掉了大麻烦 一定要调整好心态 别自己在家胡思乱想 到了我们去办离婚的日子 没想到 韩医生掐着时间出现在楼下 我不放心他 他先开口 简短的五个字 封住我后面所有的话 人都来了 我再说 不用之类的 只会让他觉得尴尬 更显得我没良心 谢谢 韩医生陪着我和肖明 办理离婚申请 按规定 还要在一个月冷静期 我以为肖明会威胁我 但他没有 除了眼神带愤恨 全程没跟我说过一个字 而我对他早就没了爱意 他也不值得恨 我只想他彻底消失在我世界 因为身体外伤加流产后 折腾着一通 我辞职了 我换了门锁 肖明的东西全部扔干净 并将这个房挂中介准备卖掉 期间 我换了新家 过了一个月正式离婚后 我把肖明的灰色收入证据 送到了他领导那里 肖明被开除了 我没那么善良 他家暴我 害我流产 我还要对他仁慈 这段时间 除了买菜散步 其余时间 我都在家里 但不知为何 每次身后 总感觉有个影子 我一回头 又什么也没有 反复几次 我怀疑是肖明在跟踪我 但没证据 为了避免麻烦 我减少了出门次数 韩医生 还以为我还没从上段婚姻中走出来 经常劝导我 他一有时间就给我发消息 还经常给我订购补身体的药材补品 然后天天催着我弄来吃 看到我晒的图片才罢休 说实话 我真的很感谢他 有好好休养 加上好补品 我身体很快恢复好了 倒是外伤恢复的时间久 韩医生给我安排了复查 许久没出来走动 我打算坐公交去医院 在公交车上等红灯的时候 我好像看到肖明的车子 没等我看真切 已经绿灯了 公交车开动了 我摇摇头 可能是我想太多 肖明不可能出现在这里 在医院 韩医生给我开了一系列的检查 并且亲自陪我去 韩医生 真的不用的 我自己可以去 你还得上班呢 我和同事换班了 陪你检查完 在一起吃顿午饭聊聊都来得及 这段时间 我们每天都有在联络 关系肯定比之间亲切得多 甚至好多时候 我能感觉到 他对我的关心 早就超越了普通朋友 可我才刚离婚 而且我觉得自己配不上韩医生 他应该也是知道我这些顾虑 有些话点到为止 吃饭的时候 韩医生一边往我碗里不停夹菜 一面对我开导 大致意思是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要多出去接触社会 才会慢慢地忘掉这段伤痛 我也加了菜 放他碗里 冲他微微一笑 韩医生 我只是在家休养身体而已 我可能有很多情绪 但唯独没有为渣男伤怀的情绪 吃完饭 韩医生陪我在医院散步聊天 其实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每一分 每一秒都觉得很安心 也希望时间过得慢一点 一直到他看诊时间临近 我们不得不说再见 杜庆心 他叫住我 嘴唇动了动 欲言又止 我看着他 心头一紧 有些害怕 又有些期待 我没准备这么快开始新生活 当看不懂他的眼神 你专心上班吧 我会开始新生活的 我看到他眼里顺然七异的星光 他紧紧握住拳头 好 期待你的新生活 我淡淡地笑着 准备离开韩医生的诊室 现在我是真的相信了人们常说的 上天为你关掉一扇门的时候 一定会开一扇窗 韩医生一定是上天派到我身边的天使 如果没有他 或许我真的会走向极端 跟肖明同归于尽 突然 一个熟悉的身影急匆匆地走过来 是肖明 他手上拿着尖锐的东西 抵住了我的肚子 在门口 他用刀子抵着我的腹部 进去 他抵着我 一步一步地向诊室走去 我慌了 这里是韩医生上班的地方 肖明 你疯了吗 我们换个地方说 想保护你情郎吗 不可能 肖明一手掐着我 另一只手指着韩医生 韩文 你居然敢勾引我老婆 我要让你的患者 看看你这个主任医师真实面目 肖明在诊室一阵打杂 当着病患的面 大骂韩医生 诊室里面一片狼藉 肖明的乌言晦语 越说越夸张 韩医生看到我 他慌张地要过来保护我 你误会了 先放下刀 我们好好聊聊 聊屁 肖明愤骂道 杜沁心 你这个贱货 为了跟他偷情 连肚子里的孩子也不管 现在流产了也不知悔改 还搞我的收入污蔑我 害得我被开除 我现在一无所有了 你们倒好 大白天的秀恩爱 我被他这番操作器的抓狂 肖明 我和韩医生清清白白 别把所有人想得跟你一样肮脏恶心 有什么话我们出去说 不关韩医生的事 杜沁心 你给我戴绿帽子 害我失去孩子 现在还想保他 没门 他指着我和韩医生 对围观者大声地说 你们看看 快把这对狗男女拍下来 我要让他们臭名昭著 一对贱人 韩医生脱下白大褂 肖明 你他妈还是不是个男人 说话要负责任 我和杜沁心清清白白 肖明目光落在我身上打量一圈 嘲讽地道 我呸 他再好也是 我完胜的 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闭嘴 我沉声道 肖明 你想毁了韩医生 那我就毁了你 我手里还有你 对我实施家暴的所有证据 还有我的伤情鉴定报告 看看谁毁谁 贱人 你居然为了一个情人要威胁我 我平时真是给你好脸了 肖明恼羞成怒 挥舞着手里的刀 想向我刺过来 关键时刻 韩医生再次挡在我面前 肖明怒吼 滚开 有我在 你别想动他分毫 肖明 你别再闹了 警察一会儿就到 你只会自食其果 你居然敢报警 肖明的五官彻底扭曲 行动也疯狂起来 你们一对贱人 害我失了工作 还报警想抓我 你们想毁了我 大家就一起下地狱 肖明的刀狠辣地刺向我 我怕韩医生受伤 想推开他 却没想到韩医生早就反应过来 反而一把把我推开 等我反应过来 肖明的刀子已经刺进他腹部 白刀子进 红刀子出 肖明疯狂地连刺了韩医生两刀 鲜红的液体从他身体里流出 他神情痛苦地倒地 不要 我尖叫着冲向韩医生 我的重量承受不了他 两人一起摔倒在地上 我捂着韩医生的伤口 崩溃地求助 求求你们快帮我叫人 贱人 现在还在关心你的情夫 我要杀了你 肖明赤红双眼 举着刀子向我奔过来 好在警察及时赶到 肖明被抓了 韩医生没有生命危险 但伤得不轻住进了ICU 我趁着不能探视的空隙 整理了肖明家报我的所有资料 呈给警察 并且解释了来龙去脉 韩医生是在五天后转入普通病房的 我因为在递交资料 没有第一时间赶回医院 当我赶到的时候 医生正好在查房 我就提着东西站在外面等候 韩文 你这么多年的散打败恋了 明明可以直接制服对方 干嘛眼睁睁地看着他捅你 还是两刀 离重要部位厘米之差 差点你就没命了 轰得一下 我大脑一片空白 韩医生居然会散打 他如果不救我的话 靠自己实力是完全可以制服消明的 可他生生地挨了两刀 差点死掉 只为了护着我不受伤 视线越来越模糊 泪水越蓄越多 沁心 韩医生发现了我 准备坐起来 结果扯到了伤口 我赶紧进去 伸手拦住他 你还不能乱动 需要什么叫我就好 我帮你 你怎么哭了 他盯着我的眼泪 着急又心疼 我真的没事 一点小伤 过几天就出院了 你别哭了 看你哭我心里也不舒服 不说还好 他越说我越哭得厉害 眼泪根本止不住 他急得给我找纸巾 又扯到伤口 疼得一阵闷哼 我又气又急 当他面擦干眼泪 不是让你别动了 你乱动什么 好 我不动了 沁心 你别哭了 喊医生 对不起 我哽咽着说话 低着头不敢看他 对不起什么 刚才同事都告诉我了 是你向医院证明我清白 我还要谢谢你呢 你知道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瞪着他 这男人笑得温暖 让人不忍责备 他眨眼装无辜 那没别的事了呀 你对不起我什么 刚刚我听到了 我自责地揪着衣服 你明明可以自卫 甚至反击 全因为替我挡伤害 才让他刺中 是我害了你 我是故意让他刺中我的 什么 我震惊了 不可思议地盯着他 想不通为什么 他现在故意杀人 要被抓起来的 不然你们离婚了 他还能再骚扰你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韩医生突然牵着我 将我往他面前带 声音温柔到能凝出水 沁心 只要你安全 就算我被他捅死都值得 我不想他还有机会出来 找你麻烦 韩医生 我结巴了 原来 他为了我不顾自己生命安危 只求变态的萧明 不能再伤害我 脸上滚烫 几乎要将我烫伤 他手心的温度传来 让我有无尽的安全感 沁心 我可以向你许个愿吗 他目光灼灼地望着我 我呼吸急促起来 心脏砰砰狂跳 一时不知该答应 还是不答应 我叫韩文 韩是韩文的韩 文是韩文的文 原来 他是介意我一直叫他韩医生 萧明的余生 要在监狱里度过 而我重新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婚姻中没有委屈求全 被家暴一定要远离 韩文一直用他的爱感化我 一年后我们正是在一起了 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 敲门的声音很轻 门慢慢地开了一条缝 一个中年女性探头看了一眼 再走进来 她穿着灰暗 眼神闪烁 用很小的声音说 李律师特别抱歉 找不到地方 来者是家暴受害者 大学副教授刘文 怯懦的神情 让李莹的心猛地被刺痛了一下 李莹是北京市东城区原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北京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 长期做涉及家暴案件的法律援助 在她的援助对象里 有很多城市的高级知识分子 刘文就是她的同学介绍过来的 而李莹的同学中也有遭受家暴的 有一位妇女是北京某个区的人大代表 只是悄悄地电话咨询 不敢出现在原众机构的办公室 怕被人发现 刘文与李莹初次相见的那一幕 发生在2015年的一个下午 在此前的十几年里 刘文过着两点一线的生活 从家里到任教的大学 没有朋友 更加没有闺蜜 她的丈夫说 不要和别人混 他们都不怀好意 嫉妒她 想拆散她的婚姻 在别人眼里 刘文确实有让人羡慕的地方 丈夫在北京一个特别好的大学当教授 做科学研究 是国家级的学科带头人 刘文认为自己相貌平凡 资质不高 只是一个普通的副教授 职称的含金量 远远比不上丈夫 年轻的时候 她就很崇拜她的才华 主动示爱 能嫁给她 她觉得是一种恩赐 婚后不久 家庭暴力就开始了 刘文第一次挨打 是在一个冬天 因为很小的事情 她把有意味的鞋垫 放在暖气片上烤 她说了一句 丈夫一下子火了 一巴掌就甩过去 她什么都没说 也没有反抗 只是暗自流泪 对方没有道歉 被打的事情就那样过去了 她认为这是家丑 无处可说 第一次殴打没被拒绝 丈夫形成了周期性的家暴 殴打 道歉 威胁 殴打 循环往复 有时候 她还把儿子叫出来围观 让你看看 应该怎么教训女人 她甚至掐刘文的脖子 用枕头闷 一边骂 一钱不值 像猪一样的女人 打完之后 她还会恐吓她 不许告诉别人 否则她会挖了她的眼睛 割了她的脑袋 提过去给她的老母亲看 刘文很恐惧 十多年来 她没报过一次警 也不敢告诉别人 包括自己的母亲 她认为 丈夫很聪明 有足够的办法 躲过法律的惩罚 她两次提出离婚 丈夫不同意 要离 也是老子提出 与疼痛相比 最让她心碎的是 儿子的变化 一个目睹家暴的孩子 慢慢地成长为一个高中生 成为家里第二个 掐她脖子的人 家庭暴力是一种 基于性别文化的暴力 既不是个人问题 也不是家庭私事 而是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公害 为凭妇女权益机构发布了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 两周年的监测报告称 无论发达国家 还是不发达国家 大约五分之一到三分之二的 妇女一生中 都遭遇过家暴侵害 中国已婚妇女中 至少每四人中 有一人曾遭遇过 来自配偶的暴力 据最高人民法院 2015年公布 近10%的故意杀人案件 涉及家庭暴力 为凭妇女权益机构的 媒体报道监测发现 2016年3月1日到2017年10月31日 这六百余天中 中国境内家暴导致的死亡案件 533起 导致至少635名成人和儿童死亡 其中有被殃及的邻居 路人 平均每天家暴致死超过一人 其中绝大多数是女性 2014年 刘文遭受了最严重的一次家暴 她的骨头被打折了 她仍然没有报警 只是悄悄拍了照片 告诉单位她摔了一跤 在家躺了半个月 之后 刘文觉得过不下去了 于是通过朋友联系上李莹 面谈后 她决定离婚 恳求李莹 一定要当她的代理律师 李莹教她开始收集家暴证据 准备离婚诉讼 过了一段时间 李莹打电话讯问 刘文说 丈夫求我了 说一定不会再打我了 她说 孩子在青春期 离婚对孩子也不好 出于对当事人的尊重 李莹只好叮嘱 现在没想好 也能理解 哪天需要 再来找我 但是 她也提醒了刘文 家庭暴力是有周期性的 每个周期包括关系紧张的 积聚期 暴力爆发期 平静期 加害人道歉 忏悔 只是当家庭暴力暂时失效时 借以达到继续控制受害人的手段而已 道歉 可能会重复一辈子 刘文听了 说 她说 她还是爱我的 四年来 刘文的号码 再也没在李莹的手机上响起 李莹明白 孩子是刘文的借口 真正的原因 是她无法摆脱受报妇女综合征 1960年代 科学家曾做了一个关于受虐待动物的心理实验 一只狗被关进笼子里 然后被电击 一开始 她乱撞乱跳 发疯了一样想冲出来 后来 渐渐地意识到 反抗没有作用 冲不出去了 就趴在笼子里 神经高度紧张 全身缩紧 一动不动 反家暴学者把这种心理状态叫习得无助 这是受报妇女综合征的表现之一 除习得无助之外 受报妇女的心理和行为模式 还有抑郁状态 恐惧和焦虑 忍辱负重 优柔寡断 家庭暴力作为一种控制手段 随着周期性循环 越来越严重 越来越频繁 无法逃脱的受报处境 使受害人 学会了无助 以为自己无论如何 也摆脱不了对方的控制 因而放弃反抗 而且受害人 还会无限放大加害人的能力 以为加害人无所不能 草木皆兵的心理 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刘文就是对丈夫的恐吓深信不疑 她害怕真的被挖了眼睛 害怕母亲受不了刺激 李莹试图劝服刘文 作为学科带头人 她的丈夫看重名利 不可能真的杀了她 成为一个杀人犯 加害人呈现给家人和外人 是两副不同的面孔 在家用暴力控制家人 在外行为符合社会标准 但是 刘文对丈夫的恐吓深信不疑 每天心惊胆战 尽量讨好丈夫 不和别人交往 丈夫夸她听话 是她唯一得到的嘉奖 她特别聪明 警察抓不了她 最后 刘文是这样 回应了李莹 接下来 我们再来听一个故事 2016年的2月14日 情人节 北京刮起了凛冽的寒风 趁着丈夫外出和情人约会 李月抱着两岁的儿子逃出家门 13岁的女儿留在家做掩护 这是李月第五次出逃 她事先借好钱 坐上了出租车 她找到全国复联 却被告知当天不接访 她只好报警 自述受到了严重的家暴 请求庇护 警察把她和孩子送到了救助站 救助站里有其他无家可归的人 不是专门的家暴庇护所 房间的暖气不足 铺着蓝格子棉布的被褥比较薄 李月穿着米色长毛衣 紧身裤 裹着棉颊课 坐在床沿 沉默不语 在她的肚子里 还有孕期四十多天的胎儿 她是学医的 在念大学的时候 认识了叶安 这个年长她十岁的男人 给了她一父一兄的关怀 那种情感填补了她在单亲家庭中缺失的父爱 毕业前夕 她劝她不用完成学业考试了 放弃毕业证 她会照顾她一辈子 她听从了 俩人开始同居 她曾经也学医 后来 以病为由 从工作单位办理了内退 父闲在家 她进入医药代表行业 月薪过万 所有工资卡 银行卡 身份证 手机 钥匙等 都要交给丈夫管理 一个月只有二百元的生活费 医药代表不用做班 需要外出见客户 业安规定 她只能外出两个半天 并且要提前申请 当她带着手机外出工作 她就会对她进行定位监视 一年多以后 她生下了一个女儿 刚做完月子 还在哺乳期 就遭受了家暴 暴力越演越烈 动则拳打脚踢 脱光衣服 吊在暖气管上打 她还买了手铐 铰链和黑头套 把她锁在卫生间里打 用开水烫 她在拳头上蒙着毛巾 避免在她身体上留下明显的淤青 她逃跑过四次 逃到不同的亲戚朋友家里 可是每次都被找到 收留她的人也被报复和辱骂 她威胁 如果再逃跑 不会让她好过 不会放过她的母亲和弟弟 那个不足十平方米的家成为礼乐的地狱 虽然他们在北京买了一套房 但一直没有装修 闲置不用 叶安只租了一个小平房 每次家暴 都不忌讳孩子在旁边 甚至对他实施性暴力时 也不避开孩子 两个孩子眼睁睁地目睹 爸爸一次又一次对妈妈实施家暴 家暴持续了十多年 2013年 李月生了一个儿子 叶安的心愿得到满足 减少了肢体暴力 但是性暴力 精神暴力和经济控制仍然持续 李月多次怀孕 流产 2016年 她发现自己再次受孕 她怀疑她有婚外恋 逼着她生下孩子 去做DNA测试 她明白 那样的家庭不适合再生育孩子 她暗下决心 一定要在胎儿长大之前 想尽办法逃跑 她的女儿13岁 既是目睹家暴的儿童 也是受家暴儿童 在扭曲的亲情关系中长大 她对父亲既恐惧又仇恨 母亲逃跑的那个清晨 她留在了家里 等父亲回家后 就撒谎稳住她的情绪 帮助母亲和弟弟争取时间逃跑 当天晚上8点多 李月和儿子终于住进了救助站 当天晚上12点多 那个男人就出现在救助站的门口 发现李月逃跑后 他去了派出所 对警察谎称 患有精神病的妻子抱着幼儿离家出走 警察从系统里找到了李月的报警记录和去向 尽管有家暴的报警记录 警察却选择了相信南方 救助站的站长 坚决不让他带走李月和孩子 他大怒 在门口给李月打电话 我要报复你 就逮得到你 救助站的墙不是封闭的 爬得进去 知道不 他怨恨女儿 第二天 他的女儿也要求去救助站和母亲在一起 原众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和那个救助站有合作关系 得到了这个家暴案子的信息 次日 李莹去救助站见了李月 给他和两个孩子都做了心理测试和家暴危险评估 结果显示 李月的女儿作为目睹家暴儿童 已经受到了严重的精神创伤 李月本人也是典型的受虐妇女综合症 内心充满恐惧 渴望摆脱家暴 和李莹见面后 李月表示 无论如何 再也不想回去那个地方了 住进救助站 李月马上请求去医院做流产手术 夜安不停地投诉 向民政局 妇联施加压力 要求停止对李月的救助 后来他要求和李月面谈 在工作人员陪同下 他进了救助站 向李月求情 希望家庭团圆 说着说着 他开始泪流满面 李莹知道 这是家暴施害者比较典型的表演型人格 李月拒绝回家 他又开始辱骂和恐吓 他常常打电话 继续软硬兼施地求情和恐吓 李莹提醒李月 要对通话进行录音 作为证据 我不是想跟你有什么 有小孩的人 有这么多牵挂的人 我跟你干嘛 犯得着 有仇恨吗 我就担心你他妈的 跟别人拐卖了 阴谋 你知道不 我他妈的太担心这些了 我他妈的 在乎你才找你 你应该心里有数 你就是在救助站 我也能逮得到你的 都进出了好几次了 你就看脚印就是了 你他妈的救助站 那个旁边摆的什么布局 什么是吃饭的地方 什么是打桌球的地方 什么是看电视的地方 我他妈的都清清楚楚的 你有本事 躲两年 我这两年精神上就折磨死你 你他妈天天躲吧 猫捉老鼠 你这样好有意思吗 你给我一个出路 给我一个机会 你算是可怜我 给我一个机会 不行吗 这么多年感情 李月很坚定 我现在就是要带着孩子活着 我们要活着 叶安放下了狠话 你看我敢不敢 啊 你就等着 我不但找得到你 我还敢干出你想不到的事 知道不 2016年3月1日 反家庭暴力法实施的第一天 李月向法院提起了离婚诉讼 原众中心的工作人员为李月提交了人身保护令的申请书 根据反家庭暴力法 当事人因遭受家庭暴力或者面临家庭暴力的现实危险 向人民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 应当在72小时内做出决定 情况紧急的 应当在24小时内做出 人身安全保护令可以包括禁止实施暴力 禁止骚扰 跟踪 接触申请人及其相关近亲属 同日李月还向派出所提交了告诫书的申请 反家暴法规定 公安机关对加害人出具告诫书 并且有查访和监督的义务 可是警察拒绝受理 声称没有上级领导安排 李莹在派出所展示了刚生效的反家暴法 警察不屑 说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时隔半个月 法官才于3月15日发出了人身保护令 并且安排于3月28日开庭调解离婚案件 开庭当天 代理李月离婚案件的田东律师和原重家庭 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的工作人员陪着李月 坐汽车去法院 当李月开车门 下车的那瞬间夜安戴着鸭舌帽和口罩 开着一辆没有车牌的汽车 突然冲过来试图劫持李月 李月的女儿和旁人死死地抱着她 才不至于被抢走 这个疯子一样的男人还扬言说 车上还有一瓶硫酸 开庭前夜安换了一套衣服 若无其事地走入法庭 田律师向法官陈述了抢人事件 法官对法庭上的夜安没有一句训诫 双方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 夜安得到了房子和车子 得到了儿子的抚养权 李月只得到了女儿的抚养权 法院认为调解离婚 就属于案结式了 没有核实和确认家暴的存在 李月获得自由 给原仲家庭与社区发展服务中心 送去了锦旗 原仲也把此案例称为 成功的家暴援助案件 在三十多天之内 多机构合作 高效地帮助受害者 实现了离婚 摆脱家暴 可是刚半个月 离婚后的李月又回去了 李莹很震惊 拨通了李月的号码 是夜安接的电话 她说她回来了 过得很好 李莹担心她实施软禁 让李月接听电话 李月说她给她打电话 儿子发烧了 孩子在电话里 哇哇哭着要妈妈 她不忍心 不得不回了家 在电话里 李月十三岁的女儿 很生气地跟李莹说 你不要管我妈妈了 就让她这样吧 李莹认为 她能理解李月的行为 她的案子也并非回到了原点 经过了这一次 李月知道有法律 有机构在支持她 施暴者也会知道 从力量对比来说 她已经不一样了 台湾的家暴研究数据显示 家暴受害者要平均七次逃离 七次回去 才能真正摆脱家暴 在这个痛苦挣扎的过程中 家暴受害人 非常需要社会各个方面的支持 施与援手 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这个视频 请为我点个赞和订阅 如果您有任何建议 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我们下个故事再会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